而位在台中的敖峰山公園 是台中市唯二的公園烤肉区 这附近有游戏场地 甚至还可以远眺台中海鲜风景 在廉价第一天 有民众早上六点多就进场卡位了 香肠鸡翅腿一大块猪五花 各式烤肉食材在铁架上烤得直直作响 中秋烤肉抢头香廉价第一天 一大早台中敖峰山烤肉区已经烤饭天 今天几点来的 民众全家总动员一早来卡位 就怕来得晚没位置 因为台中市的公园就只有敖峰山公园 还有中正露营区两个地方可以烤 其中敖峰山这边不但有固定烤炉 还有固定桌子 照明水源厕所通通有绿树成印 民众不但有人一早就来 还要烤到晚 因为我们打算从午餐烤到晚餐 中秋连假第一天台中好天气 民众何家出动 一家烤肉万家乡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记者综合报道 也许多年 未经计游 mas